在日记时代,大山这个地方是西瓜的一个集散地 关户之后,本地大概就是做了西瓜、水稻这些都是社稀居民的一个座物 那社稀里面呢,它有拥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海滨的自然资源 跟农村的一个文化资产 也有一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古典型的一个大山火车站 这一次呢,我们之所以会提这个文件会的这个计划呢 当然希望是说能够让社区的居民以及学校的孩童能够清静自然 然后就是要让农村的一些文化能够有所传承 这当然就是我们希望社区跟居民跟学校来做结合的一个活动 那当然社区为了呢,让那个孩童他们能够清静这个大自然 让孩童能够体验他们坐在树梢上那种快感 而且能够兼顾安全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会动心起念呢 在社区这个有一个百年的一个松树林呢 帮你这样的一个需要一个很有勇气跟有智慧的一个盘树的活动 那希望说这个一个盘树的活动呢 让孩子能够来认识这个环境 爱护环境 也让孩子呢 他们有一个深刻的体验 他能够靠着他自己的力量 慢慢的往上攀升 然后他们能够克服他心里的一个恐惧 细心的来观察 视作一个环境跟他的生态 其实当孩子 爬到顶点的时候 享受那种凉风的一个洗礼 虽然说那时候可能已经汗流浃背 但是呢 确定是他们一生非常难忘的一个经验 哦 好 我会让他一个人去 把草拿到那儿开出去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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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擦秧以后嘛 他不会去找那个土草去 所以要 因为高度又要找 那个大人要下去 把那个草 嗯 把他压到土里面去这样 对 好 然后现在很早了 因为他现在都是 看完羊羹就打鼓掌这样 除草的地方 那我们因为要在港人做这个活动 就不容易 好 好 郭鱼长 就是他去除草的 就是他去除草的 好厉害喔 好厉害喔 没有没有 这不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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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我们的 你好 他除的 他除的 不错啦 还是很热心 里面比较精彩 里面比较精彩 我也要看喔 如何做 要不要做 很跳 除了這個 這個會有一些體力 但是那個跳的活動 又要體力 這個非常要體力 非常要互惠 好 有沒有一位雷華 有 對呀 如果有的不好 再加 趕快加 對 不好 趕快加 好 剛才的 民眾該都 對 好 現在呢 把大家的感覺 把他分享出來 我愛到 你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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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安城他 謝謝讓我體驗 謝謝讓我體驗 我給你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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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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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後面有些樹 已經生物不掉了 它可能被颱風吹斷 所以一顆樹要活到這麼久 就這樣真的不容易 所以今天我們 來攀樹 他用他的身體 承載著我們 讓我們沒有掉下來 所以我們今天 最後要感謝他 感謝這個環境 好 我們請 哲偉 教練呢 幫我們做最後一個 活動的導引 好 今天參數都很成功 也沒有人受傷 那我們在吃飯之前 我們要先 感謝我們的大樹 好 那請大家起立 起立 然後 到你攀爬那顆樹 去抱抱他 然後 以及 給你 給他一點 你手上的水 然後去抱抱他 親親他說對不起 親親講說 水不掉了 長命百歲的樹 長命百歲的樹 好 好 那現在請所有小朋友 閉上眼睛 然後 跟著我引導 讓我引導各位 閉上眼睛 你要睜開眼睛 可以 但是你就看不到東西 睜開眼睛 不見得能夠看到的東西 很多畫面是要閉上眼睛 才看得到 那你現在看著這大樹 像攝影機 像我們現在的那個攝影機一樣 數位相機或什麼 你按一下相機 它就 它快門很快就一閃 然後下面就一張照片出來 然後你看著這個環境 然後張開眼睛 閉上眼睛 張開眼睛 閉上眼睛 不斷的閃爍這樣子 然後那個畫面一直進來 那就存了很多張照片 在你的大腦裡面 好 注意喔 先看上我們的環境 現在大樹 看上方 然後快速的張開眼睛 閉上眼睛 張開眼睛 閉上眼睛 不斷的看 好 這時候呢 最後一次 閉上眼睛 好 想像你現在在大樹上面 今天你爬的樹木 你在大樹上面 你現在就是那一棵樹 然後上面有一個小朋友 你跟樹呢 身份交換了 那你現在是大樹 有一個小朋友 掛在你身上 那他很高興 今天他能夠 在這個地方 那這裡面其他的大樹呢 雖然你沒有爬他 但是他也很高興 小朋友 在他身上 那我們感謝這個大樹 那我們祝福這塊土地 希望他越來越好 別想像他 花一直開起來 然後 裡面 有西瓜 然後有番薯 然後有偷刀 這是厚龍 厚龍的三寶 對不對 都有這些東西 讓你們大家都過得很好 好 然後這張開眼睛 我們感謝他 你的祝福他 我常會祝福這些樹 就是給他滿滿的祝福 像你的爸爸媽媽一樣 無私的在照顧你們 然後我們感謝大帝 也是這麼樣子 感謝 好今天 很感謝所有的小朋友 還有對福呢 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感謝我們的老師們 然後 今天來到此地 來協助各位小朋友 那我們謝謝各位 今天活動就到此結束喔 好謝謝 電向運動 它呢 最主要是 能夠讓這個 參賽的人呢 他透過那個地圖 就是手上一個地圖 的一個越南 還有一個直北征的福音 輔助 這個目的呢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訓練協同 他對那個基本的仕途啊 定向一個能力 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之外呢 當然希望他們呢 也具備有一個很快速的一個 決斷力 跟問題解決的能力 以及呢 夜野賽跑的這個能力 我們除了說 讓孩子有這樣的一個活動之外呢 我們呢 也從中呢 也設計了幾個 面向觀察的點 譬如說 過樹 它到底 葉子 我們把它摸起來 到底是什麼感覺 或者是說 欸 冰刺脈 當然這個是冰海植物 冰海植物 到底冰刺脈 它是來幹什麼用的 等等 往右啊 往右啊 所以我們要等著 你過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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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到哪裡了 15號 對 15號 我們拿到了10分 那邊有一個 左邊這邊是 是第15號 15號是一個 在這一站 你可以看到 開著白色的花 上化出淡淡的香味的 海芒果 樹枝上的果實 常會讓人家 誤以為是 它是芒果 但是呢 請不要再來吃喔 它可是有毒的 請撿起樹下 成熟以後 掉落的褐色果實 欸 感覺是不是很輕啊 是 請再仔細看一看 它跟椰子的果皮 都一樣 還有很豐富的 纖維質喔 好 海芒果的果實 又輕又有纖維質的 口罩有什麼作用 是可以幫助果實 漂流在海水上面的 對啊 果實在哪裡 這個是 你看這個就是果實 很輕 很輕 可以浮在水上 很輕當然可以 對啊 對不對 是不是已經進去 對 好 打洞 哇 好可怕喔 然後整整的一刻 打對地方喔 這個每一個 每一個是不一樣的喔 哇 你看 我的洞洞 我得要十分了 好 小心 嘿嘿嘿 不要 小翼 怎麼不要 他是小天使耶 小天使 對啊 什麼小天使 有那個問題問他 他有檢查 我沒辦法 地圖 地圖有的都給我好了 我們現在在這裡吧 我們現在看看多少 六啊 六啊 這邊跑著吧 這邊跑著吧 欸 你們料料都要往 往那個 往右邊 往左 對啦 往右邊啦 這個吧 不然呢 十二 一四六 加油 有沒有累 有沒有累 加油加油 加油 這邊 我看到點了 快點吧 我看到點了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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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有點嗎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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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吧 我就說有點吧 對啊 對啊 那可以這樣嗎 那有題目嗎 那有題目 那有題目 它的紫柔藍色 或紫紅色的小花 變柔柔有濃郁的方向 什麼味道 什麼味道 青草味 青草味 那些感覺 這個芭辣味 芭辣味 芭辣味啊 芭辣味對不對 不是吧 芭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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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快到了 我看到點了 芭辣味 芭辣味 你媽第一名 芭辣味 你媽第一名 快點 精神喊壞一下好不好 第一名 第一名 老人主 GOGOGO GOGO 你覺得是哪一個 G2 1吧 我們沒有打到 芭辣味 什麼 啊 瘋了 1吧 是嗎 那妳們要回去打洞喔 要 她要幹嘛 她要回去打洞 她沒有打喔 她沒有打到 快我還幫她寫 結果她沒有打 結果她沒有打 我們贏到了耶 耶 我們贏了 那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他的題目嗎 這到底是什麼 你要看哪 冰 四脈 應該是種字吧 一字零 這是第十點 這活動有沒有覺得吸收到什麼 比較清淨大自然 活動好玩嗎 好玩 今天這個活動好玩嗎 好玩 這活動好玩嗎 好玩 好玩 所謂的探索生態系 當然探索生態 主要是說 有我們一些專業的環境 教育的老師 透過生態的遊戲的方式 能夠帶領孩子 去認識這個所謂的生態系 然後發現大自然裡面有哪些的奧妙 從體驗當中 也能夠享受大自然的一個美好 其實在整個的活動之中 我們還安排一個所謂的 以小慢有約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當然最主要是說 因為有一些入侵型的一個外來種 比如像狐獸樓 他本來就是農民一個很大的敵人 我們現在社區居民也是深受其害 那我們當然就是這個對所謂的狐獸 我們希望以稻田養鴨這種方式 就是利用鴨子雜食的這個習性 來吃掉田裡面的一些狐獸樓 來減輕這個狐獸的一個危害 另外呢 我們可能就希望呢 社區的居民跟血統也了解到 另外還有一種被侵入 一個侵入的一個植物 就是經常被我們社區居民忽略的 一個小花慢澤蘭的一個 他現在已經慢慢的 在攻佔社區的一片 一小片片的林底 所以呢 這一次的活動呢 我們呢 也邀請了這個植物專家 來進行所謂生物對樣性的一個講座 讓社區居民跟學童 他們不但認識小花慢澤蘭的一個習性 也知道他的危害情形 然後呢 就由社區的居民跟學校一個師生 還有一些相關的學術機構呢 共同的來進行這個所謂的小花慢澤蘭的一個環境的行動 我想呢這一次整個的一個計畫最主要的一個目的啊 當然就是希望呢 能夠應用社區裡面這些自然資源 來進行社區居民的一個環境的一個教育 讓社區居民他呢 也能夠來親近一個大自然 了解一個自然 還能夠參與活動這個環境教育的一個議題 跟他的行動 來達到在環境教育裡面呢 能夠在環境中來學習 學習有關環境以及為環境而學習的一個目標 那所以我想我們大概設定了一個未來 希望說社區居民他能夠認識 社區裡面一個自然跟人文的一個資源 然後能夠親近自然的一個經驗呢 讓居民了解到每個人對社區的一個生態保育啊 傳統的文化跟他的產業的保存啊 都負有一個相當的責任 第二個就是農村文化的一個傳承啊 農事的工作啊 是社區居民以前共同的一個記憶 但是呢 隨著這個騎擾的凋零啊 過去鮮明跟自然和諧共存的一個智慧 他也漸漸的在消失掉 所以這次活動 我們希望藉由整個的插秧啊 然後放鴨啊 蛇草啊等等的這個農事的體驗的活動 讓社區的一個騎擾來當作老師 這樣不但可以讓社區的一個騎擾長者 他們呢也有感到說受到重視 然後他們也可以將他們以前過去一些經驗 傳承給社區的一個年輕人 另外再結合傳統農業跟有機農業的一個友善環境的觀念裡面呢 讓社區務農的居民呢 他們去重新思考 欸現在在使用農藥跟化學回料那種耕作的方式啊 到底對這個整個環境是不是適當 那接下來就是在一個環境 還活動參與的一個過程當中呢 也讓大家呢 能夠藉由溝通跟協調一個過程啊 來提升他每一個人 社區居民在社區的一個歸屬感 讓社區的每一個份子呢 他們都可以呢 相互的合作 一起來精進 最後能夠達到跟環境和諧共存的一個目的 共同來營造一個綠色的社區的一個夢想